接下来要来看到的是南韩政局倒是大变天了 我们要来聊的是南韩总统大选 现在加入我们讨论的是TVBS的南韩特约记者杨前豪 前豪早安 丽如和各位TVBS的观众朋友大家早安 好前豪我们知道南韩第二十届的总统大选结果出炉了 在野党的影席月她是以不到一个百分点的差距 击败了执政党候选人李在明 那我们想跟你请教这一次影席月她获胜的关键是什么 然而这样子的结果对于未来南韩的内外政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前豪把时间交给你 好这个大选的经过彻夜的开票终于结果出炉了 这个影席月的最终得票率是48.5% 赢过了这个执政的进步派共同民主党的候选人李在明47.8% 两人最后的差距只有0.7% 创下1987年南韩民主化恢复总统民选之后 差距最小的一次选举 那历代南韩大选有一个现象 无论是保守派或者是进步派执政 都可以一次顺利的执政两回共10年的时间 但是在2017年文在寅总统上任后 他只当了这5年之后 进步派执政了一回 这个政权就被轮替掉了 那我们如果来看一下这个得票结果 两位候选人在各地的得票率和上一届来相比的话 可以发现这个目前执政的共同民主党 在许多地方的得票率都明显衰退一到两成 尤其是在首都 这个首尔这10年多来 首尔一直都是支持进步派的群众比较多 但是这一次反而被保守派的影视院领先 这个李在明追上了快5个百分点 然后首都圈的其他两个地方 仁川还有李在明原本执政的金基道 这里相当于新北市是选民最多的地方 结果票开出来李在明只有微服领先 目前看来这两年首都圈房价的上涨 还有这个新冠疫情冲击到服务业 应该都有对李在明的选情带来重大的影响 那原本这个昨天三大无线电视台发表的出口民调 因为没有采集到这个事前投票 还有6到7点半的这个确诊者与隔离者出来投票的这些数字 只能够紧急追加电话民调来补证数据 所以包含这个KBS高层在内都非常的担忧 这一次的出口民调很可能会失真 结果这个开票这个结果出来 实际的数字和出口民调的数字几乎一模一样 所以这一回南韩这个三大电视台的这个出口民调 还是百发百中相当的精准 那开票一直到首尔时间的早上6点20分才全部开完 其实一开票的前四五个小时都是李在明领先 隐习月但是大概在凌晨一点左右 这个隐习月的得票超越李在明 然后两人一直维持在0.8到1%的这个极小的差距 到凌晨4点李在明才终于发表这个败选感言 恭贺隐习月当选了 而且他也请托隐习月务必要团结国民 那隐习月则在之后凌晨5点现身而公开表示说 这回选举不只是他还有与他整合的安哲秀的胜利 而是应该说是国民的胜利 那他也感受也感谢这个一起跟他竞争到最后的对手 李在明还有小党的这个候选人沈湘丁 也表示说将会尊重国会和这个在野党展开共同治理 也会试着团结国民 那接下来呢 这个隐习月就会成立交接委员会 初步决定这个政府的各项的人事案 然后呢预定于5月10号就职 好所以隐习月在这一次可以说是后来居上逆转 当然在这一次南韩的政党轮替之下呢 未来在外交政策上恐怕也会有所影响 我们后世要值得持续的关注 我们非常谢谢秦豪来自南韩第一手的掌握跟分析 非常谢谢秦豪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